各位香港Singer Channel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年樂壇新人麥克斯 這次很開心出了我首新歌《魚公》 相信大家都一定聽過《魚公而生》這四個字 這首歌正正是講述魚公的心態 我相信很多人生活中都一定會有相同的經歷 可能唐人不會覺得你做的某些事情很蠢 譬如做音樂一樣的 我相信很多做音樂的朋友,包括我 其實有時候我都會被身邊的朋友覺得不理解 他們會覺得好像很蠢 就是你要做一些很明顯是未必賺到錢的事情 去成為你的工作 但是魚公的心態是什麼呢? 別人說是錯的,他都堅持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 這首歌就是想表達這種心境和心態 一來魚公是值得我的學生 我都希望這首歌可以給你一種 motivation 去擊敗你,去令你做得更好,堅持自己 是有些人,對方的心態 也是,我很尊敬之餘 我和我差不多同輩的 就是來自台灣的謝震婷 那這位歌手呢 是我近期十分尊敬之餘 我也十分受他影響的一位歌手 因為他是很真誠情的一位歌手 他的音樂是,我覺得是赤裸裸 就是我完全是感受到她的個性 我會選擇傻啡 一來我自己很喜歡有傻啡 但是傻啡 比喻現階段的我呢 就是我覺得我現在 對大家來說 剛剛出道的 因為新人和這個時勢出道 你知道剛剛受到疫情 疫情的情況雖然又很轉 但是其實大家都不可以亂心 在這個時勢出道 其實都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就好像喝咖啡 喝咖啡 你是苦的 你喝到苦澀的味道 你會這樣 可能有些人是不太接受到的 包括剛剛一開始接觸咖啡的人 其實我也不太接受到的 但是呢 好像慢慢喝得多 喝得久 你就會有一種 那些煤金呢 是 抵抗不了的 就好像做音樂那樣 即使我現在 現階段 其實我也有辛苦 我也有壓力 但是做到某些事情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 心裏面很開心的 所以我就用我最喜歡的 飲品咖啡來比喻現階段